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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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应该有的时间感 其实我们在地上高活,我们是为了天国而活 我们在地上高活,是为了永远而活 大家对时间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主耶稣在十四价完成了救恩,圣灵降临之后 这个末世的时期就开始 这个时期是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时期 我们说不变的真理是什么?主要在来 主来的日子也很近 我们对主在来的事有没有一个时间的感觉呢? 有没有一个,它什么时候会来呢? 它什么快会来呢?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当我们每一个感觉,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每一个星期,每一年 其实,我们的感觉在这里要有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带动我们向前走 其实,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快,越来越近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 我经常跟Esther说,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2020年已经过了一大半 现在已经是七月了 我们香港生命台都开始了崇拜四个月了 有时我们想想我们家里 我们不是单单说为了我们家里有天灵之乐 去养育我们的孩子 你和你的配合在一起的时候,过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在地上高我们成就了些什么? 我们有时教养儿女,就会长大成人 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其实,在当中领会了上帝有几多的恩典 其实这些是需要有一个感觉 这个就是时间的感觉 我们圣民需要一个正确的时间观 我们要得出一个正确的时间的感觉 有时有些人听到主要在来 好像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一样 主要在来 他心里面的意念就是说 过了五年、十年,他都没来 他没那么快来的 其实当这些人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不会性结的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走 主日完了之后,回到家的时候 做过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迫切感 也没有一个紧迫感 没有恐惧战经的感觉在心里面 但有些信徒听到主要快来的时候 心里面想说,是的,真的很近 每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近 每次都会想到我信了主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 是更近 一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心里面马上就有一种安慰 因为知道主要快来的 因为知道主要快来的 感觉就是配合事实的感觉 这个就是所讲正确的时间的观念 其实我们人活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上帝很公平,每个人都只有二十四个钟头 我们只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做某一些的事 在地上高活的时候 我们是换取永远的事 我们是建立永恒的价值 人在在世的时候都是很有限的 人都有一死,死后,死有審判 在你的时间内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一定要问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时间感 这个感觉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把你的心思 你要集中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时间 是投放在哪里? 你会很清楚 你会数算自己余下的日子 可能有二十年 有些人十年 有些人五年 你会做一个敬虔獨立的信徒 你一定会问 我在地上高静低的时间 我要做些什么? 怎样完成主所托给我们的使命? 那他的心自然就会圣结起来 因为他这个心叫他謹慎 有试探来到的时候 虽然试探的人又是很大 但是没关系 见到世人都追求成功优越 你会潜在的时候 心里面不是想往这些东西 心里面不是被这些 试探去影响着我们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这么进步的世界 在互联网里面 大家有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program 经常都会把一些好玩 做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摆上去的 不知道你看到之后 会有些什么感觉 有时要看到之后 发觉 好像这些很真实 好玩 好吃 好做的东西 好像很真实 但其实这件事 就是世界要吞食我们 吞食了我们的时间 吞食了我们的心思 其实这些和我们圣徒 所要知道 所要向往的 是不配合的 不配合我们的事实 事实就是什么 事实我们要在地上高活的时候 是为了天上高去活 其实 我们有时会问 我们圣徒 什么时候会是最圣洁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参加完喪禮之后 在喪禮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人 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 他什么都拿不走 他之前几个军军烈烈的东西 他的地位 他的名誉 他的钱财 他所做的一切一切 他都带不走 在这个时候 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要拿什么去见主的面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但很奇怪的是 过了一两天之后 这些就完全被这个世界的节奏吞食了 我们又去追这个世界 大家知道我们的仇敌在哪里吗 我们说过 我们的仇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个偷舌 拆害毁坏 奪走我们时间的撒旦魔鬼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在这个事实里面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时间有一个很清晰很清楚的认知 我们有时候说我们不是 我们想圣结就要圣结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末世论 有一个正确的时间观 时间的感觉 主要快利率 我们要认清这个是末世末时的时代 其实现在我们打开互联网 你要听到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末世的信息 很多牧者都是说末世的信息 你看回香港这段时间 由中英的这个经济战 跟着香港的社会事件 现在又有这个新冠肺炎的第三波 世界是变成如何呢 我记得我们团契上年分享过 在延经大会之后 大英姊妹所讲的分享都说 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主要快利率 其实很多牧者都在说这件事 他们都说一些末世的信息 其实我们有一个感觉牵引着我们走 这个感觉就是说 其实地上高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们 地上高所有东西都是短暂的 我们见得到的东西都是会失去的 我们看这些东西越来越轻的时候 那我们就得着一个正确的末世观时间感 这个末世观和时间感 不单只叫我们做应该做的东西 亦都给我们能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敬虔道日 我们会懂得不时不得时地去传福音 那这个正确的时间感就会来到我们当中 甚至我们有时候苦难的时候 忍着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能够忍耐能够忍受 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 有永恒的荣耀等着我们去走 这个就是我们从时间感到来的东西 阿牧师说的那个比喻就好像跑马拉松一样 你跑到第41公里的时候 你还有一公里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觉得辛苦 你会跑迈它 就算你的脚起了水泊 你很口渴很累 你都不会 因为你剩下一公里的时候 你怎会用尽力去跑迈它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感觉 就好像一些生嬰儿的妈妈 等嬰儿出生的时候 子宫要开到10度的时候 才可以生嬰儿出来 一会这么痛一会这么痛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不做学生的时候 帮妈妈摘身的时候 我临生的时候 我要和他剪一个伤口 剪大一个伤口 让他可以生嬰儿出来 我每一次剪下去的时候 他们都是没有麻醉的 但他们完全不会觉得痛 因为到那一刻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他要生嬰儿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觉得那些是痛 每一次剪下去的时候 他都没有感觉 完全不需要打麻醉 其实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理都是这样被做 所以圣灵在信徒心里面 所运行的工作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时间感 这个正确的时间感 就代表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都让我们有正确和有能力 去走前面的路程 他们奔跑 不会再困倦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抹世圣徒应有的时间感 大家要醒过来 我们心灵要领受这个感动 怎么可以常常转进这个 这么深切的时间感动里面 而是要保守着它呢 其实可能大家听到现在的时候 已经对这个人有少少感觉 有少少感动 但是很快完整的崇拜之后 你就会烟消云散 这个感动就没有了 是会自然这样发生了 你要保守这个感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 好像我上一次说 是将真理活了出来 我们活在当中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活出来 实际这样实践 活出主的道 活出主的说话的时候 那我们要问 怎样为之一个敬虔度日的生活呢 我们要问主 怎样为之一个圣结的生活呢 怎样为之一个不时得时的时候 都要传福音 基督徒的敬虔生活 是从早到晚 怎样爱神爱人的心肠 带出来的举动 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私心 有私欲的时候 我们要立即祈祷 去对付这些事 马上和这些不好的意念真战 不单止在心里面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圣灵 我们是说应该说的事 做应该做的事 该追求的去追求 在当中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保守 我们理性知道 心里面要有感觉 当我们做出来 活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走在真理里面 有时候 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就不做 其实不是每次都有感觉的 或者有时候 我们的感觉不是说 这个属灵的感觉 而是一个属肉体的感觉 当我们肉体的感觉 比较强烈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就忘记了这一切 其实我们不要理这些感觉 我们只要继续努力去读经 祈祷 参加聚会 其实刚才那些肉体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假象 其实我们真的要活出信仰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事 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十三章 第十一到第十四节 在上面说到 保罗提要 我们要 彼此相爱 尚以为亏欠 我们一生都是欠 一个债 就是爱的债 他在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说 再者 你们显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 近近了 这个睡就好像睡了 也都代表死亡 好像时代反睡了一样 其实就是说 我们对神的事没有反应 就是睡了 时候代表一个紀元 一个时代 这个说的得救 其实不是说 我们 不是单止说我们 轻易成圣的得救 而是我们继续 不断在我们一生里面 得着神的荣耀 去成圣这个阶段 这个说 比初信的时候更加近了 为什么呢 我们稍后会详细地说 所以好像贴纱罗尼嘉前 书第五章说 所以我们不要 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在夜间醉 第十二节 罗马书说 黑夜以心 白就将近 我们就当着去暗味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黑夜说到这个魔鬼的权势 因为人堕落了之后 最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以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黎明已经很近了 黎明那一刻之前是最黑暗的时间 黑夜以心 那些暗味的行为就是一些在黑暗里面做的事 不见得光的 不给别人的事 这个就是我们在黑暗里面的光景 但我们的圣徒是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们知道光明的兵器是什么 是用来作战的 第十三节说到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象行在伯州 不可方言罪咒 不可好息邪当 不可真敬质道 要说到方言罪咒 就是一些好像开狂野派对 很多争吵闹事的事 好息邪当 是说到一些不道德性的行为 其实真敬就自然会产生这个质道 这里说到好像贴纱罗里加前书 说我们都是光明之治 是伯州之治 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端正 好在行在伯州一样 最后那一节 第十四节说 总要悲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只顾满足欲体 去放众私欲 悲戴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成圣的总光 因信得救的人 转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的样式的一个过程 这里用衣服去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思想 代表我们的行为 这个肉体大家都很熟的了 就是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老体质 我们不要为这件事去安排 安排的意思就是说 事先去计划去考虑 其实大部分的罪恶行为 都是由一些错误的想法开始 错误的肉粒在我们的脑袋面 去徘徊的时候 慢慢就伸出罪来 所以说 私欲的坏了胎就伸出罪来 罪忌掌成就伸出死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 所以我们看下去就说 现在就是应该该睡醒的时候 好像第十一节那里说 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 其实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信徒都是睡了觉 我们每一个人花三分一的时间 在睡眠里面 每一个礼拜 每一天会有七到八个小时 是睡了觉 其实我说过 睡了觉好像跟死了的人 没什么分别 他们看不见 什么都做不到 他们将他们所学的东西 没办法去做出来 没得到个果效 这里讲到睡觉 是讲到信徒灵里面的死亡 其实我们睡了觉的人 和死了的人是分不开的 灵里面睡着的人 就好像有一些是已经重塞得救的 是属天国的 是属永恨角度的人 但同一些在灵里面死的 属世的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我们是分不到出来 保罗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 人是否重生 其实是分不清楚 灵里面睡着的信仰 他们无法去影响这个世界 无法去拯救堕落灭亡的世界 纵然可以拿着圣经每个礼拜到教会里面 头脑里面充满了圣经的知识 但他们不可以影响帝界去拯救灵位 谁的人也会在这个假象里面 我们知道谁的人会发梦 无论有喜怒哀乐 有些很奇怪的事 大家醒了之后发觉原来是假的 是发梦的 其实一些随着的基督徒 都是会在一些假象里面 他们的追求 他们的喜爱 或者他们的讨厌 他们的开心 他们的关心的事 其实都跟这个事实是没有关系 跟我们将来要去天国 真正见到主面的时候 要发现的 其实我们是要永远地活下去的时候 地上高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这个假象里面 在地上高花了很多精力 很多时间去追求这些东西 又或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厌一些人 去批评一些人 或者我们在地上高用了很多时间 精力去培养一些东西 但我发觉有一天醒来的时候 其实这些多一点少一点 已经没关系 得失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着 其实在这个时间 谁可以做一个唤醒的工作呢? 谁可以唤醒这些沉睡的人呢? 一定要有人醒了才可以叫醒他们 有个比喻就好像一间屋里面着火 地上高全睡了所有的人 有一些是死尸 已经死了 但有些已经是沉睡的 就好像一个灭亡的世界里面一样 当你醒了的时候 你叫火灼了 起床了 那些睡熟的人就会被你叫醒 他们可以逃走 但那些死了的人 他们不会起床 当世界的人都沉睡在这个世界的 时尚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醒了那位呢? 你是不是已经醒了过来的那位信徒 你是不是发出这个呼声 叫他们起来呢? 我们看下一章 现今就是应该睡醒的时候上一章 现今的意思就是现存机会和抉择 有机会该睡醒的时候就是现今的意思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去做这个决定的 其实第十二节 说黑夜以深白咒将近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很近 现在就应该睡醒了 趁有机会睡醒的时候就可以睡醒了 但是有些人我就觉得保罗尼有没有搞错 已经过了二千年了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写罗马书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二千年了 主都还没回来 其实有两个事实我们都要知道 第一 就是这两个事实都一定会发生 第一就是主耶稣回来 第二个事实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去 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何时会回来 但是主一定会回来 圣经圆荣会回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 我们没有人知道贼何时会来打劫我们 如果知道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贼了 没有人知道主何时回来 连子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所以有时我们要警醒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不知道主何时回来 但可能是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亦都有这样的可能是我们去见主面 我们不知道主何时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很奇妙的 这两个事实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主来的主臨到世 主要再来的这件事实是一定会发生的 人的死亡也有一天会发生的 当世人仍然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圣民是应该要睡醒 不要再睡了 我们要起床 我们要明白主一个逼切的心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 我们要做最大的收割 我们看启示都知道 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收割 我们要参与其中 我们要传呼音去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能够呼唤其他信徒一起起来 一起去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末世里面最重要的工人 这里讲到我们的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加近了 这里讲得救 不是仅仅讲我们蒙恩悔改 重新得救这件事 而是讲到由重新到我们信了主 到现在这个成圣的过程 主是一路这样去成圣我们每一个圣徒 去藉着我们的软弱、苦难 在欲望里面将我们救出来 将我们的成圣 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其实当我们信主悔改十年之后 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成圣 我们在时光来说 我们现在是老了十年 这十年里面都是说什么 主来的日子都近了十年 所以当我们的信仗如果是正常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紧臭感 有一个紧臭的感觉 就好像说我今天完了今天了 其实说什么 主耶稣又近了一天会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当保罗说到圣结的事的时候 他要大家有一个时间的感觉 当我们说到圣结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得救 上帝曾经救了我们 现在继续救我们 将来也要全然去救我们 这件事上高 越来越近 越来越接近完成 所以一个正常 跟着时间去成长的基督徒 随着连岁 天天被神去拯救出来的时候 他会慢慢插读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浪费感恩 我们不要再看贴肉体 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活 只为这个救我们的主而活 我们天天发现 天天被神去拯救去成圣 上帝去念证我们 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是越来越近 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 我们最后 我们连我们身体都得熟的日子 所以静低落的日子 我们怎样呢 我们就会敬天地到日 对于圣民来说 时间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地上高 最多不是七十年八十年 但是这七十年八十年里 我们可以赚取永远永远的东西 是不是差很远 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高 每一刻活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换取永远的东西 我再说一次 其实我们在地上高 每一刻活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换取一些永远的东西 我们看到下一张slide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圣经讲到什么 我们黑暗以深白咒将近 第十二节那里 保罗记我们 将我们的注意力 不是摆在黑夜的里面 因为黑夜已经慢慢走 我们要将我们的深思意念 摆在这个白咒将近这个真理的上高 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 圣经说他一定会再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黎明之后一定会太阳升起 太阳的光辉会照片大地 其实现今这个黑暗的势力已经被打破了 他要让位被公义的太阳升起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黑夜最深的时候 黎明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沉睡得最深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呼召 主也呼召我们去叫其他人起身 为了这个大收割去进行 所以有智慧的人 就每一次捉住这个时机 就好像早起新的鸟儿有虫吃一样 但现在那些人是最什么呢 他们最后一些前景的问题 最后一些儿女教养的问题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醒过来 我们教养儿女是为了他能够拯救这个时代 我们教养儿女是要猜派他们出去 他们长大之后 能够说出一些跟世人所说的不同的信息 这个观念我们有没有 我们没有醒过来 例子就好像哈拿一样 哈拿一撒母义记上帝一章第十一节 他跟上帝讨过说 要你谁顾彼女的苦情 顾念不忘彼女 似我一个儿子 我必是他终身归于夜和画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大家做父母的有没有醒过来 有没有为到你的儿女做这个祷告 将你的儿女劝给上帝 终身复伏仗帝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脱去暗会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穿上脱去是保罗尚常用的字句 这里讲到不单止我们的心灵 也讲到我们的行为 讲到我们的生活 才是脱去暗味的 暗味是什么呢 就是黑暗的东西 黑暗的东西就是不可以见光的东西 有没有那些事 有没有那些说话 有没有那些去的地方 你不让人知道 有没有那些 有人讲过 如果跟牧师住的时候 就很有压力了 因为很多事情都不可以 被牧师看到 看到或者被他知道 其实我们每天 处事待人的样子 我们的态度 我们能够被人在 或者我们讲一些说话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对着心里面 圣洁的主讲话 很无愧的良心 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戴上光明的兵器 要用兵器去形容 兵器就是作战的 所以基督的信仰 绝对不是一个安逸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 是一直准备作战的信仰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恐惧战经造成得救的功 因为肉体常常叫我们放松 不要那么紧张 有时我都会问我自己 其实活到今时今日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为什么要每个礼拜 要准备这么多时间 在度上高呢 为什么不可以安安日日 享受一下人生 但是当我们想到 主要来的日子近的时候 你那个吹逼感 你那个时间感 就会吹逼你做应该做的事 讲应该做的事 将你的时间 将你的关心 将你的兴趣 放在这些天国的事情上高 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再去欠什么 去拿什么 其实当我们要认清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时间里面 做一个大收割的工作 其实我们心里面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认不到什么暗味的行为 当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 我们很轻松地被它侵入了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去挑战他们 我们没有去追求光明的东西 当我们进入一个灵性景性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行事为人就会坦言无据 就好像行在八咒的一样 我们说过了 我们是什么 八咒之子 我们是光明之子 接着第十四节那里说 总要披戴主耶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帮众私欲 所以最终最终我们是什么 要披戴主耶稣 我们追求是主耶稣的完美道德的表象 圣经讲圣洁的教导的时候 不是叫我做一个好好的先生 不是叫我做一个道德好好的孔子 或者路子 圣经叫我们活出主耶稣 主耶稣的圣洁 不是单单这个伦理道德 这个很简单 他的圣洁是能够拯救人的灵魂 改造人的生命 叫罪人得到心灵的满足 他扶作那些软弱的人 给他有能力 记不记得撒哥 这个瑞里长 主耶稣没有说什么 就是去他家 主耶稣临到的时候 他就愿意悔改 他全家都得救 他欺诈了人的 他还他四倍 这个是超出律法的要求 律法只是要求我们还五分之一 他是还四倍 又记不记得 那个在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夫人 他在道德上高很败坏 现在有的丈夫都不是他的丈夫 但是主耶稣说 他得着活水的泉源 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 他不再怕自己所做过的事在人面前 他愿意为主做见证 他走入城里说 我已经遇见那个救主 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圣结 我们讲论理道德的教导的时候 他的奉仿 他的榜仰 他的品德 就好像哥俄西书三章第十二节那里说 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 性结蒙外的人 就当要存着 怜悯 恩慈 謙虚 温柔 忍耐的心 我们要穿上这些东西 我再讲一次就是 怜悯 恩慈 謙虚 温柔 忍耐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主耶稣基督 有一个不一样的圣结 这个圣结的肝 能够吸引人来到他面前 这个圣结的肝 不是赶走罪人 而是将罪人召集在一起 悔改得救 这个肝里面有爱 有怜悯 有忍耐 将人吸引过来 你都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 你的圣结 你的道德 是会有权柄的 你能够 你能够 你自己的心的时候 你所有敌人都可以圣降 你能够将人在地狱里面 拯救出来 去到天堂里面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让我们看下一张slide 在每日能禁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继续 赶全福音 其实大家看看 现在这个世代 好像物质上高 好像很丰富 每个人都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追求去享受 有很多享乐的渠道 只要上网 就可以找到很多这些渠道 但我们发觉现在的人 的心灵是越来越脆弱的 经不起考验 以前我们都是为了吃 为了穿 就已经很满足 现在的人有衣有食 但他们都不满足 因为人的肉体 就是一个霧底的心盘 就好像罗马书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和喜乐 其实肉体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性情 他这次拿了这个东西 他下次要更加多 不可以单单享受一些简单的东西 简单的爱情 他不可以享受 简单的生活 他不会满足 简单的东西 他不会觉得开心 人性就被这些东西完全弄坏了 整坏了 世界加上肉体 人就越来越去追求一些 他们不可以满足的东西 圣经说 黑夜以心 黑夜以心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有答案的人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赶全福音 赶全福音的急需性就是在这里 我们要换成那些羊 回到羊圈的里面 这个就是全福音的良神 因为当人心里面的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的时候 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 没有东西可以满足到他们 所以当很多人在这里睡着 在一觉沉睡着的时候 保罗叫我们起床 睡醒 奔跑 当这个世界充满黑暗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要带出这个光明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世界上的光 世界上的焉 世民的圣结的生活 在这个末世临近的时候 是显得更加的可贵 当世人追求地上高的名、利、成功、财富的时候 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追求我们将来要见主面的事 大家开心就是可能得到这样、得到那样 但是开心的是因为我们听从了主 做主叫我们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 其实我们做主工作的人 应该有的都有 应该有的快乐都有 好玩的都有 好似牧师经常分享的话 他去到宣教的时候 每次宣完教之后 上帝都为他做了很多好玩 好开心的事 他们从来都不会有缺乏 你的圣结 你心里命外主爱人的生命 以后你会看到上帝是你预备在一切 无论是关系、物质 就算你的孩子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长大 所以我们心中有主 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惨 好像上个星期 我觉得带着很疲倦的身軀回来录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像很惨 但是这个星期上帝又被我休息了一天 我今天不用上班 我又来到这里当中录影 所以我们不是很惨 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心中有主的时候 我们就要满足和喜乐 最后就是我们圣结的宗旨就是爱 圣民相爱就是一个祷告 我们要影响改变这个世界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教会要影响世界 我们要做一个很优越的 我们要比世界更加优越 我们要做更加多的事情 人数要多 节目要多 各样各样都要优越 这件事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要看你优越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真正认真思想 就是当不发之事真多的时候 叫人不可以爱的 不可以在爱的里面去生活 一些真正的 言语真多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去活出这个爱 其实正正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帮爱的群体 一个有爱的教会 一个会散发爱的文化的教会 立法这个教会是有十个人好 二十个人好 就算是两三个人都好 当圣徒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面对的 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可能他的个性我不喜欢 他有他的脾气 我有我喜爱的地方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和三宫是为主的缘故走在一起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是领受了主耶稣的心 我们就能够去忍受这一切 能够发出联盟 能够互相去帮助 所以如果你爱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和姿体在一起 你爱人的时候 甚至要和姿体在一起 彼此去相爱 我们爱人是有根基的 所以我们是和我们一父一主 一灵一体的姿体 爱起 你对他们的眼光 对他们的脾气就不一样 你们可以一起去工作 因为主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合一 放下自己去完成主的工作 然后这个爱的文化就会带出来 那些软弱的肢体就会被扶起 强壮的会继续向前走 所以教会是要叫你操练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地上高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将天家的事活出来 我们将来在天家里面要做的事 就是彼此相爱 但现在当我们还是有罪性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如何去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爱的群体里面 当我们尝过这个爱的滋味的时候 我们就会向往我们将来在天家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过去眷暖在地上高的事 我们会多顾念天天高的事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同侣 在等待新郎来的时候 虽然十个同侣都睡觉 但是他们是准备了游 他们有游的时候就可以接这个新郎 进入一个婚宴的里面 但是没有准备游的同侣是什么 就进不去 在外面哀空彻辞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末世末时末刻的时间 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准备的心 知道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 我们都是警醒 我们好好的求主教我们 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 我们如何得着一个智慧的心 去过每一日 活出主的圣洁 活出主的爱 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 为祂造干造业 好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 好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你赐下你的圣言 圣道 主啊 让弟兄姊妹的心 都是被你去触摸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要在今天的讲道 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末时末刻 黑暗的日子里面 做你光明之子 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敬虔道日 多思念天上都的事 少关顾地上高的事 让我们不要浪费江音 去好在追求地上高的事上高 或者去讨厌一些人 或者讨厌一些事 我们要追求圣洁 我们要学像主耶稣 我们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成为你所合用的气味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成为你的见证人 去大修国中有份 帮助教会弟兄姊妹 在这件事上高 有一个正确的末世的时间感 触觉感 保养我们过一天的时候 我们说主你回来的日子就近一天 而我们每一天活的时候 都说不再为自己活 只为那救我的主意活 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交托 和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